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非常热 我们的朋友小董提醒 你随时要喝口水啊 那其实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险境 我们里面除了现在大家看到的险局 柯文哲找郭台铭 找王金平会不会配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总统大险 很多人都会觉得会很紧张 那国外当然就是缓送中 现在越演越累 那对蔡英文的险情显然是加分 那我们政府也在里面天有火 希望他闹得更大 对蔡英文的险情当然就越来越有帮助 这些险境的局势 其实影响到台湾 为什么我们明年1月11号要选举 那整个选举的构成 有这些零零种种的因素 让人家觉得很不安 那我今天很开心 因为请来了新党的主席 易慕明 易老师 易老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对啊 其实还一个原因 因为过几天是新党的党庆 8月22日是新党党庆 通常就是会提前一个礼拜六 或礼拜天那时候办 因为大家比较空嘛 那我这两天碰很多朋友跟我找说 小统你看那个新党党庆 郭台铭 王金平跟柯文 都会不会在那时候 在现场碰面 当然我相信易老师 可能没听过这讲法 好几个人在问我 那我当然啦 易主席他 我今天来找他来 当然是要问一下 我们新党今年刚好是26 26周年 那今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了 我们主要是 你刚才提的谁来谁不来 我们是通通记忆的邀请函 那他们来不来 我们也不清楚 但是礼貌上我们都是开放嘛 邀请所有的对政治 从政这些的 多邀请 不过应该 吴主席应该会有来 吴敦毅吴主席 那个王金平院长好像每年都会到 他每年都会到 他很英俊 至于其他的我们也 慢慢可能他们会回应我们 不过这个26周年党庆呢 在这个环境里边维持26周年也不容易 而且不变 我老实讲 就是我自己的观察 这个今天能够维持下来 就是因为不变 假设摆来摆去这些的话 那支持的人无所适从嘛 那从开始支持我们到现在 大家都非常清楚 我们就是大声的 就是坚定的 您刚才开始说 说小董真心话 我们在26周年呢 有三句话 中间这一句话呢 就叫勇敢说真心话 现在说真心话要勇敢的 对 小董你这个节目 有时候有人来 污名也污名 提馆 提馆 这些 所以对新党来讲同样的 我们说真心话呢 也要很勇敢 对 那么您刚才问了 在这个26周年党期有没有什么特别 我们三句话 坚持做北极星 因为你也知道 新党的定位就是北极星 那北极星的用意在哪里 就是指引方向 对 所以很多人常常用这种大跟小啊 来看新党 那是不准确的 因为大一点又怎样呢 大一点 国民党难道不大吗 他也会摔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民进党现在当将呢 他大不大大 但是这个 蔡英文也不是被大家 对对 不满 就大家对他不满 那第三 第二句话就是勇敢说真心话 那第三句话呢 打拼 为新世代 这意思是什么呢 今天 你看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年龄都是偏高的 像我这个80的 当然很高 那高的话 我就不要在前面 我就在后面 对不对 跟你谈谈真心话 或者做些规划 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 嗯 把新世代给拉起来 嗯 其实现在的新世代 都已经在我们那个年代 都是老了 啊 是 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啊 老人永远霸着 嗯 不肯下来 嗯 我们那个年代里边 你像再比我大一辈的啊 啊 张学良他们啊 那三十几岁都可以有所作为 包括呃 讲公 对 三十几岁有一番作为了啊 啊 那么现在呢 呃 像我啊 跟邵康 嗯 邵康是三十岁进议会的 啊 他比我小十岁 啊 嗯 那我是四十岁嗯 可是你现在看看新党的三杰 黎明镇已经超过三十岁了 对啊 四十岁了 对 那个王秉中啊 侯汉廷呢 也过三十岁了 那你看看当年呢 啊 你马英九他们 拿了学位回来 就是呃 做秘书啊 对对 然后马上新闻局长 所以对我啊 我就常常觉得 现在这一代的其实蛮吃亏的 嗯 他们到这个年龄 他们还很彷徨 嗯 到底未来发展在哪里 嗯 所以新党呢 我们的第三个 二十六周年 我们第三句话是 要为新世代打拼 所以新党就 因为从过去到现在啊 当然我们是个政党 政党就是要执政先养理念 那 从民国八十二年到现在啊 就是说 除了林郝佩选总统 民国八十五年选总统 哦 新党全力相挺 但是也不是也不是新党提名啊 嗯 新党就是 是唯一一次提名杨世光 是跟过去比较不一样 不一样啊 有人就说我们搅局啊 嗯 我说 大家公平一点嘛 嗯 一个政党难道不该提名吗 嗯 那一个政党提名出来参选 这是理所当然的 嗯 但是为什么每次新党要提立委了 或者怎样啊啊 啊 就马上说我们搅局 我们到底影响谁了 嗯 他说当然影响 那因为你们出来 就可能就会影响国民党的当选 嗯 那这也就是说明你认为新党还有点力量吗 嗯 不然你不是平常说啦 哎呀你们一席立委都没有了 你根本看不起我们 你何必这个时候又来计较呢 嗯 嗯 那既然我们有些影响 那大家可以好好来谈嘛 彼此尊重嘛 嗯 所以 嗯 国民党的老大心态啊 嗯 其实我是呃 心有气气焉 嗯 嗯 我原来在国民党里面 嗯 我也曾经负责组织工作过 嗯 嗯 我那个时候带了主公会我做副主任 我希望国民党能够接地气 嗯 所以我曾经在当时的台北市党部那里啊 我曾经建一楼市咖啡馆 嗯 开咖啡shop 礼拜六礼拜三都办活动 有我在那边喝过很多次 对不对 可是 上面不同意啊 嗯 嗯 还是那个老大文化嘛 对 那么我现在今天新党提这个 我们不是搅局 我们是有道理的 嗯 你今天民进党也好 蔡英文 嗯 韩国瑜 或者是郭董郭台铭 嗯 他们年龄都超过60岁以上了 嗯 那我这个杨世光是43岁 嗯 差20岁的年龄 嗯 这是告诉大家 新党是做实务实的 非常务实在做实事 啊 我我口号喊 打拼卫星世代 嗯 我的行动 也是在那里做的 嗯 不然人家怎么晓得我在卫星世代努力呢 嗯 嗯 大家也常常说了 哎呀什么 新党几个年轻的很敢冲 很那个啊 嗯 那么民进党当家以后 把新党几个年轻的啊 就限制出境 嗯 嗯 都在在说明 嗯 我们26年来 嗯 我们都在不断的在培持 嗯 啊 在也可以说训练 这批年轻人 嗯 嗯 所以我这一次提杨世光啊 啊 43岁 那么提名的时候呢 啊 记者会 杨世光第一个政见 他当选 先把蔡英文抓起来 嗯 依法来办理 嗯 所以我们不是胡搞的呀 嗯 我们是认为蔡总统在这几年 嗯 他的有些作为是违宪违法 嗯 嗯 要说什么违宪 你不是向宪法宣誓吗 对 嗯 那你怎么中华民国要变成台湾呢 啊 然后又不得 舍不得中华民国 还要把中华民国台湾变成一个国民 啊 你去签名的时候 你要用台湾总统签名 啊 请问你 你宣誓的意义在哪里 嗯 嗯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很理性来 依法来谈 啊 所以杨世光当时说了 那我选上我依法来办你 啊 啊 假设我落选的话你就依法来办我啊 啊 你也可以抓我我又可以抓你啊 但是大家总要讲个法嘛 对对 啊 所以这个杨世光出来啊 啊 代表新世代 其实他们应该有权利 嗯 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嗯 扮演一个角色 那不然的话 我们推谁呢 推人出来就要被骂 那我就请各位朋友们 你们等杨世光 出来参选他的活动 你们慢慢的 冷眼旁观看看 是不是够水准 有人说你玩假的 是玩假是玩真 大家就是等着时间来看 当然人家说你选不上 选不上 那以前王建轩出来的时候 也是选不上 那个时候本来是 马英九说不出来 所以王建轩出来选 等他出来说选了 马英九又出来了 那你人家欺辅难下 你叫人家怎么办 但是王建轩很够意思 在最后说 你们假设要投马英九 你们就去投 这个话都讲得这么明白了 但是杨世光 到时候要选 是真是假 我可以告诉各位 候选人在总统的选举 是大事 候选人应该要办辩论 要向人民交代 所以这个候选人的辩论 杨世光为什么不参加 至于你票投不投他 那是你的选择 可是我新党推一个候选人 推一个年轻的 我还有政党票 还有区域立委 我也总要有一个人 像母鸡一样带小鸡 那么他等到到时候参加辩论 我敢在这里预判的 就是我敢说话 杨世光绝不输于其他任何 赫显人 他的辩才 他的反应 绝对不输 大家拭目以待 那一个政党 我作为负责人 我是要作为一个 人家看不起的 不在意的 然后我什么都不作为 我怎么对支持我的人交代 所以这个机会非常好 让我在这个机会 有告诉大家 作为一个政党负责人 我们依照我们的权利 合法的权益 我们推候选人 我们推候选人 重点 当然推出来是希望当选 但是在这个环境里边 那可能是不那么容易 不那么容易没关系 那我们所有过程 把握住这些过程 来表现我们的候选人的水准 我想让选民做选择 你假如觉得说 哎呀那个总统就不能让 那个了 那我们目标一致 对我们来讲 要把民进党拉下来 把蔡英文做的不好拉下来 我们可以大家合起来 但是你新党可以 借这个机会 让大家看看新党表现不错 那么在政党票可别投新党 所以大家 很多人说你到底目的什么 我想我这样讲的非常清楚 对我们参选 当然我们的理念先导 还有一个发扬 就是大家一个共同理念 就是拉下蔡英文 这个是没有悬念 其实如果各位朋友印象还记得的话 2000年新党曾经推荐过李瑶 那时候也是显得风 那当然也有非常多理念的残阳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曾经访问过张亚中 那张亚中 我开头第一句话就问他 你根本选不上你选什么 他说我缴对五百万参加党内出现 我要讲话 那他严议花五百万 然后参加很多国民党里面的 政见发表会 什么他把很多理念讲出来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 可是因为新党就是 在国内这些小党里面 他算是老牌子的 你看什么时代力量清明党 或者现在什么 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 什么这些都是很后院的 那这26年其实 刚好也就是我 这生在跑新闻 大概都也有参与了他们很多 等于说他们成立政党 或者他们参选 那这些其实我可以看到 这个党不简单 就他其实没有变 不管外界的环境 那我现在要请教一下 义主席的就是 现在台湾的情况 你对国际情势也很了解 现在 我不晓得你刚回国 有没有经过香港 看到现在的樊宋仲 樊宋仲现在民党 是把他当作其后可击 当作可以操作的 一个对他选举有利的 那现在的情况 你觉得是怎么样 全部被误导 反送中有什么反 不是反送中 根本就是反中 我想这第一个说明 那你今天说反送中 香港假设那个林郑 他说那你们反送中 好 那我就把那个条例里边 那个大路拿走 你反不反 那我就要只要问这个 对不对 那台湾还反什么 这个条例里边不送大路 可是送回台湾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这个条例是因为台湾的关系 所以人家好意的去把它按照国际的这个法规 规范来把它定了 因为香港人到台湾杀了人 他回香港没有什么好处分的 处分不了他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这个条例 所以当时人家是好意 说去保障 对台湾的权益 那么你今天是反送中可以 他们借着这个是要搞反中运动 对 而并不是真正逃犯条例是有问题 并不是 那么对香港来处理 那林郑假如当时用这个我说的方式 说那好 那大陆先把大陆这个区你们反 那我把台湾保留住 你们反不反 那我那个时候请问蔡总统你还要反吗 蔡总统在先前 他们的法务部在立法院 今年4月是说 香港修这个法 我们是乐观其成 那后来看到 好像反对他的险情有帮助 就开始反 这个其实是台湾的请求 台湾我们的那个40地检署 发了很多行给香港 希望说你们赶快修法 让我们把那个坏蛋 把它引渡过来 对 那是台湾本来应该有的权益 对 结果你变成政治的意识形态 导致于对你保障你权益的事情 结果你去变成一个政治的 然后把反送中的运动 就是反中运动去扩大 所以我觉得逃犯条例本身 本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今天在双方处理到 现在这么样的这个冲突的 这个在我来看 对台湾 我们自己第一个放弃自己的权益了 那么第二个人家本来是善意的 结果你们用政治操作方式 是把它扭曲掉了 我就从这两个来说明 那么至于现在香港的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做评论的也很难的 为什么呢 孙子兵法里面太多了 引蛇出洞了 这些好多策略了 谁知道是哪个策略 那你说香港现在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谁受害 香港人 这是香港受害 我们引以为戒的 看起来闹得好像 这些年轻朋友 你们有你们的想法 你们香港的年轻人 在香港的 没有发展的未来 所以你们这股气要出来 这个我们都不做评论 我只是说 到最后是谁受伤 受害最深的是香港的未来 当香港的未来 受害这么深的时候 在香港的年轻人 你的未来是不是也连带影响 我想这个第一 第二 在所有的显示当中 到底是不是脱线了 再严重一点脱鬼了 那么我想川普的讲话 应该是说明的 川普给他的定义 他就是个骚乱 就是个暴乱 那么假设这种定义 已经出来的话 那么大陆方面 引蛇出动也好了 那么这个各种的方式 最后他去执法的时候 有谁能够说他不对 那么现在美加的一些 民意代表在批判 说香港用暴力来镇压 这种情况假如在美国 我请问你怎么处理 更严重 你不要 没有美国警察 所以我觉得大陆跟香港 现在在应付这种事情 还是经验不够 因为他们过去 从来没有这种事的 经验够的话 像台湾是经验比较够的了 那应该什么呢 你在任何批评 大陆每天电视台 就把美国华府那次的 这个群众示威 那就把它每天 放个十分钟 可以就放话告诉你 你今天美国加拿大 你们批判我 你们自己就是这样 你们自己就是这样 你请问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 把它来作为一个 正好来正面的教材 我大概是对香港的 这个看法 对啊 其实我们知道 反送中 他现在等于说 这两个都越来 越演越烈 那等于说蔡英文政府 他在里面 也发挥了很大的 起哄的作用 他可以获得一些好处 但是我们 其实可以看到 昨天 昨天有一个记者 中国大陆环球报的记者 他去采访 结果被发现 他们把他双手 跟双脚绑起来 围握 这些反送中的人 然后围握以后 我刚看了自由时报 说有个英国记者 我全力捍卫他什么什么 那是鬼话 那是鬼话 为什么 因为这个记者 被打到昏倒 那香港的机场 赶快打电话 请香港的警方来协助 那后来把这个记者救了 这记者 他姓富 就这个姓很少见 富钱的富 我们去吃东西 要付钱 他先付 那他们的报馆 刚刚承认了 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记者 这个记者在被打的时候 他的包包被收 说他就是假的 怎么样 是公安 工人的公 安全的安 说是中国大陆派来的 就奸贼 那说出来以后 他里面 他有一个布条 写说他是支持香港警察的 所以他们就把他打来更凶 然后问他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是记者 但是我挺香港的警察 我挺警察 你们要打我 尽管打吧 他当场讲 我说很有气魄 我今天看到了 不是什么学生 戴面罩 不是 我今天看到是 反送中的人 是香港最大的黑帮 他每天骂警察跟黑帮 勾结 我今天看到了 没有什么学生 我看到事情畜生 他把记者绑起来打 围护 踢 然后自己讲的真正有词 自己是为了人钱 为了民主 其实就有够不要脸 那最不要脸当然就是 那些媒体 媒体就一边倒 今天媒体都在报道说 有警察要淘枪 这警察为什么要淘枪 因为他去现场处理的时候 那些记者把他扑倒 把他围油踢他 不是 那些是反送中的 踢他以后 又把他警棍什么抢走 他眼看枪要被抢走 回神赶快站起来 把枪拿出来 然后 大家都用这张照片 警察拿这样指着大家 这种报纸是垃圾 是不要脸 台湾的媒体大量引用 台湾95%以上的媒体 是黎智英的一条狗 香港媒体更不用讲 你可以看到那种不要脸 他们在记者会的时候 那种去执行林郑月娥 执行官员 那种嘴脸 变成在执行 然后变成是他们泄恨的一个地点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里面包括帝国主义的势力 英国美国在里面搞 然后香港那种港独 他用很大的力量 然后在里面 腥风作浪 然后你看到一个记者 两手两脚被捆起来 被那边踢 被那边踹 被那边打 然后说这个叫做 叫做他们的为了香港的民主 为了香港的人权 你看到情况是怎么样 你有看到有人突然声言记者吗 前几天有些记者 去采访然后被警察催泪弹打到了 后怎么样就出来说 怎么可以打记者 记者有什么神圣吗 很神圣 我们出去采访 但是你去采访一个危险的地方 被打到那也没办法 没办法在台湾也一样 我也干了三十年的记者 我也在这种场合我也碰到 但是今天明明知道他是记者 把他双手双脚捆起来 踹他踢他 只因为他挺警察 然后这样就不爽了 这是什么人权 什么自由 什么缓送中 嘴巴讲得那么好听 让人看不起 等一下回来 小董机器开骂 让我发现一下 对 很好 我小董机器开断手 当然要讲真话 这就是真心话 对啊 等一下我们谈这个 好 然后再讲一下 那个立委的提名 我们先讲一下 我是贾静雯 请贡款支持 没有你不要靠你 我要靠这个 好 你还是从过来 没关系 看你哪里外面 在这边吗 好 谢谢 感谢 谢谢 太高了 现在我的年限变好呢 在房客户已经还会有自信了 来 这边 好 谢谢 不会打到 好 你还可以过来一遍 过来这边 对 明天晚上八点 全民兰扣节目 欢迎准时收听 台湾的水果门 请准备通关 这样子 好 机关好吃检测 无生田纪佩生剂好新药 无生田纪 没关系 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啊就 就个当然了 我等下接你刚才讲 今天第三关安心检测 中国人的这个人 这是中华儿女的修持 我们被列强已经欺负了几上百年了 现在还是 还拿着外国国旗 在那里嚣张 这个是一个 你根本不是中国的血 你是去已经被奴役了 做人家的走狗 嗯 这小度 这家的有 那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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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好 喝点水 对对对 喝点水 我们在广告期间 其实也是录进去的 回来 没关系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刚听小董在那边开骂 我其实看了非常不爽 为什么不爽你知道吗 那个记者 双手双脚被绑起来 在那边踢 在那边围窝 然后 自由时报 我刚看那电子报 他有一个老外 说他捍卫这个记者四十分钟 我实在不太相信 那他说他是英国来的记者 也没写出是哪个报纸 反正 自由时报大家看看就算了 我是因为工作 我才需要看一看 然后这个老外记者 他大概叫理查 还什么之类 他说香港采访很安全 我来采访这么久 从来没有被打 你为什么没有被打 因为你是洋人 香港那些人看到洋人就像狗一样 香港一直 你看 过去在英国人统治下 把英国人看作什么 你看到英国的阿什 你是什么态度 因为你是洋人 你懂不懂 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东西 我就非常生气 我觉得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你长期被儒化 儒到现在 你都没有字节 台湾很多媚日 也是情况一样 被到没有字节 你当年被日本人怎么欺凌 你记得当年 日本人 占领台湾有多少台湾的自私 你看到了 罗胡星 看到邱鸿甲 然后看到了江少主 看到了林少猫 然后多少人抗日 然后被杀 看到了余青荒 他的西来安事件 死了一万多人 尸体中 通通张在台南的疫情 你看到这些悲壮的事情 你其实是应该热血沸腾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台湾有多少 被日本人统治 变日本狗 香港有多少 被英国人统治 变英国的狗 你的尊严在哪里 我有时候很气 我一定要骂一骂 但是我其实没有要 易主席讲 因为我毕竟是评论 你的这个气 我想我同样的 我也要表达一下 作为一个中华儿女 我身在抗战时候 那我们总觉得国家落 极弱 所以被人家欺负 八国联军说一个烟 毒就可以来欺负我们 就可以把我们的文物都带走 圆明园被烧毁掉 我说作为一个中华儿女的话 中国人 你们自己每个人去想一下看看 英国统治的时候 你香港人 你们有什么表达过 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你们一堆黄名化的台湾人 你们其实是欺负了其他的台湾人 你们去为了谋求自己 成为一个黄名化台湾人 享受特权 同样的香港 大多数香港人还是一般的平民 可是去跟英国人表示事好 然后作为走狗的话 你或许就可以保持你的权益 那你今天回到自己的国家 来治理管辖你 有这样的一种自由放任你 结果你今天是可以说很贱了 是贱民 你们所表现出来的 这替外国 然后拿着外国国旗 去把真正的一个中华儿女 勇敢的中华儿女 你把它捆绑 我请问有什么权利 当你骂共产党 骂中国大陆 一党专制 如何如何 那你的行为表现 你不是比他更独裁 更专制吗 你是无法无天 大陆今天即使他一党专政 他也是必须有依照他的规范 他的法律来做 请问大陆假设在大陆在深圳 是这样情况发生的话 请问大陆的政府 是不是会依法处理 会允许吗 那你香港还是属于大陆管辖的 那么现在看你嚣张 看你发威先不谈大陆的政府 现在已经引起14亿人里边 知道这件事情的引起公愤 香港你有多少人 真正大陆不用全面的 就一个省 福建一个省过到香港 你们要比实力吗 你要比蛮力吗 我们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们应该非常理性的 香港的学生们 你们是读书的人 你们难道不是 你们难道不了解 应该一切依法吗 今天我们在这里 包括小董刚才骂你们 包括我说你们是贱 为什么呢 因为真正给你自己权益 你却要把这个权益 去作为跟着人家 做外国人的走狗 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我想我愿意表达 其实像这种情况 在世界各国 他都会有警察下去 放催泪弹 放塑胶子弹 这些动作 你去看美国英国 尤其法国 法国现在黄背心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上街头 法国政府也都是这样处理 照样逮捕 英国上次我在节目上讲 光有一个十六岁的少女 他认为地球软化 我们这些国家大家要负责 他发起霸克 他从北欧发起 然后发起到英国 英国有几万人响应 有一千多人被逮捕 他的出发点也很震荡啊 对不对 但是英国政府认为 你就妨碍交通啊 你怎么可以在我西秉市前面 这边就积极了 一样啊 我讲这东西哦 大家不要讲说是哪个国家 或怎么 就是你今天看到了 每个 你们认为的民主先进国家 他的处理方式都一样啊 但是你今天 我们讲这东西 当然讲到还是回归台湾 台湾因为 我们现在还有五个月不到 我们就要选举啊 那很多朋友 他其实都非常担心 担心说蔡英文会不会再被连任 因为国民党这样 那当中啊 因为我今天请来这新党的义木营主席 那我们也很清楚 总统选举里面搭配了立委选举 我今天有看到媒体上面 一个大大的统治主席这是怎么回事 统治啊 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一个大的统治 我这个统治其实一般人说 你是红统 红统 红统又怎样呢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 我们是违法吗 那么第二个呢 统 你有统一啊 但是统一还有啊 还有统和啊 统还有统领啊 所以统的意思是范围蛮广的 那我要讲这个呢 就是特别要讲起刚才讲的 这个媒体啊 说实在的 嗯 今天 媒体 做媒体人 你们在 学校念书的时候 要讲作为一个媒体人的道德规范 就好像我在医学院做一个医护人员 他也有他的职业的道德规范的啊 那么媒体是不是应该公正啊 可是你可以看看啊 在台湾啊 新党 嗯 怎么样都是在领到政府的政党补助款的 嗯 嗯 对不对 那么在上一次的投票里边 新党是得票第五的 啊 是 只有这五个政党是拿到 政府的政党补助款的 但是媒体最近报导了 哎 说做民调 嗯 那么刻意把新党忽略啊 嗯 那新党的支持说 他们怎么不做呢 我说你会在意这些吗 嗯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民心 嗯 然后这些人不讲是非的 你把什么新的一些还没有成立的 政党你都把它列了做民调 然后刻意把一个政党把它撇除掉了 啊 我们在这个民调上有多少 一 十 啊 有什么意义呢 嗯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社会 是一个非常畸形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没有是非的啊 媒体也好 这种 政党也好 所以我今天呢 我们为了26周年 嗯 我们要再一次的嗯 告诉支持我们的人 嗯 因为你不支持我 我也懒得跟你说 嗯 我有什么好要去跟你辩的 可是你支持我的我要让你有信心啊 这个政党他的责任这个政党他的理念主张啊 嗯 所以我用一个统治来代表这个政党啊 这个统治里面说明的哈 嗯 就是没有统一的声音啊 就不是民主自由的台湾 啊 是 你台湾只能讲独不能讲统 对 你这个叫做民主好意思去宣扬 说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是个民主社会 嗯 你根本不是 你是个地区 嗯 你好意思吹牛吗 嗯 对不对 好那今天你要排除统一的声音 啊 我们还是在啊 嗯 我们还是在 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同胞啊 没有统一的声音就不是民主自由的台湾啊 没有统一的声音就没有和平繁荣的未来 嗯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不公平的社会 嗯 你逼我们 你可以限制我们 限制到最后了不起就革命啊 嗯 谁怕谁啊 嗯 对不对 可是我们自己说是民主自由了 那就不应该走上这条道路啊 所以新党非常理性的告诉大家 革命不是我们要的嗯 我们要的是我们应该有的权益 嗯 我们要说话嗯 啊 所以那说什么话呢 你可以去读啊 你可以把中华民国的都忽略掉 你是明明是选上是中华民国总统 你签名是台湾总统啊 那么我们呢 你可以这样做 我们一样 所以我们就这个广告里边 嗯 告诉大家 统 不是什么可怕的嗯 追求统一不是统一不是毒蛇猛兽 把大陆污名化嗯 过去大陆文革嗯 香港现在不像就像文革 嗯 台湾太阳化时代的不是也是文革吗 啊 台湾台湾表现还比香港好嗯 嗯 台湾就算冲进公所啊 但是他没有把人捆起来 没有搞这些的了 嗯 所以台湾的年轻人还是比较理性一点的 嗯 那香港呢 现在捆绑啊 这些啊 那么你们今天在那里胡作非为 嗯 那我们要表达 唯有统一啊 才是我们的未来 嗯 因为统一不是毒蛇猛兽 毒蛇猛兽 那么大陆啊 过去你说他啊 共产了 如何了 今天实现三民主义啊 他比台湾做的好吧 啊 啊 台湾嘴巴讲呀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大陆人说了 你们嘴巴叫叫 我们是实际上啊 民主主义抬头了啊 中华民主复兴有希望了 民生主义 十四亿人口都有饭吃了啊 啊 马上二零二零二零一年脱贫就要完成 提早完成啊啊 啊 民权主义 你台湾表现出来民主选举 选的如此状况 嗯 有选嫌于能吗 啊 那我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权主义 我的选举我是正好是政治协商 多党参政啊 我有输给你台湾吗 嗯 所以我们要非常客观理性 不是说啊 是捧他等等 我第一个要说明的 统一不是毒蛇猛兽 大家污名化了 说统一如何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 我们回想一下 过去邓小平说过的啊 什么 我们一个中国嘛 大家哈 那么国号国旗 国旗啊 都可以来谈的 对不对 汪道涵也是说 中国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 也不是指中华民国 中国是属于两岸 同胞共同的中国 嗯 人家讲的这么坦率的 嗯 所以大家不要把统一看成这么可怕 嗯 第二啊 我们看看习总书记啊 最近所说的啊 嗯 说呃 中国呃 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啊 那么中国人呢 是帮助呃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啊 那么大家是同胞 那我们可以来看出来的啊 就是今天习总书记讲这个话 大家假设不不健忘的话啊 我想我要念一段啊 李登辉先生也说过的话啊 啊 是我要提到的 1990年啊 李登辉说中国只有一个应该统一 也必然统一啊 大家不要忘记啊 郑志文过去讲话 我们都留下记录的啊 他95年又说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帮助中国人啊 啊 这是李登辉在1990 1995年说的 嗯 那么我们再看2019年 嗯 习近平说了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讲两个 两个人讲话讲的也蛮像的 蛮像的啊 然后下面呢 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啊 中国人要帮中国人啊 我说李登辉跟习总书记 习近平的话不都一样啊 一样啊 但是呃 大陆越来越走这个方向 结果呢 代表台湾的李登辉 现在却变了 对 所以政治人物的是是非非 有没有原则 能不能坚持 嗯 大家眼睛雪亮的 对 我在这里啊 就是说明出来 统一没有那么大可怕的事情 嗯 统一完成统一以后要怎么办 所以新党要怎么样呢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习总书记说了 欢迎大台湾的各政党各界别 大家都来协商 协商什么呢 协商一国两制 嗯 台湾方案 所以我们在26周年党庆 我们要提出台湾方案 是 啊 因为既然人家给你有这样的一个善意嘛 那我们也应该要回应 是我们就应该提出台湾方案 那我最后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一国两制 污名化 嗯 污名化 那么蔡英文用 香港 嗯 来谈一国两制 来引申到台湾 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误导 嗯 香港的一国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啊 在台湾的一国 是中国 嗯 是中国 嗯 那个 从这个中国 因为香港本来就是大陆管辖基本法 什么都要他 所以他的一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但是对台湾来讲 现在一国两制 这一国就是那个汪道涵 汪道涵所说的 这个一国是中国 是两岸人民同胞共同有的中国 不是中华人民国 也不是中华民国 嗯 人家已经说的这个 啊 所以中国的高度在上 因为有这个共同的中国 因此在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是在大陆地区 中华民国 是在台湾地区 嗯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跟中华民国政府 因此是一国两府 嗯 那么因为这一国两府 在不同地区 就形成一国两区 啊 啊 这两区呢 是经什么的 在大陆地区 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来统治 在台湾是由中华民国政府 来治理 啊 来统治 所以又变成一国两制 治安的治 啊 啊 那么好 那么等到两制以后呢 就形成什么呢 就两个制度 对 所以一国两制是非常合适的一个 但是大家把它 其实这也是我们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内容啊 大概就这样 等一下回来我们再听 义主席的高见 马上回来 买基金存退休金 他到57分 哦 57分就会准备 哦 这是切断 嗯 OK 没关系我会控制 啊 还是 回来还是 回来你讲一下那个立委先 好就好 最简单 对 一国两制完全被污名 它是个城市的 中国是最高的 因为有中国 所以有两府 嗯 因为有两府在不同地区 有两区 那两区是在两个政府不同的治理 所以两制 用不同的制度 所以两制 嗯 这个是一个层次上面非常清楚 不 蔡英文也知道 他知道嘛 他特意啦 他误导 那时候就是 他误导了 对啊 欢回到 小董真心话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新党的义主席 那我知道他非常忙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选举剩不到五个月 大家都知道 新党已经提名了杨世光 43岁 我的好朋友啊 他 财经专家 非常厉害 但是 非常厉害就是 我虽然没有吃到鸡排 但是我非常佩服他 让一个台独的人 拿了千分鸡排 到新党门口去花旺 可是 我要请教一下义主席 那我们 这边的立委选举 现在怎么安排 因为最主要我们还是政党票了 那么希望这一次能够大家支持 能够过百分之五 让我们有能够有人进入立法院 那么新党假如进去三席啊 我相信我们在威力啊 绝对超过别人 我们上次差一点点嘛 差多少 差0.82 0.82 我们是4.18 对要百分之五 所以政党票是我们主要的 那么另外区域呢 因为 我看国民党也不在意嘛 所以我们也提名了一些区域的 包括大安区啊 万华啦 松山啊 我们俗衡 林明正 王炳中都会出来 可能还有几位 所以这场选战 我们是完真的 那当然最主要 我们希望说整个新党的理念 能够传播出去 那这几天是不是还有什么活动 这几天我们主要就是准备那个党庆大会 党庆大会 党庆大会 在什么地点 在那个新生南路三段30号 那个湖 也就是福华文教会观 是福华文教会 也是公务人员那个中心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那边是晚上七点钟报到 就是七点半开始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前面那个场地啊 人家只留了六点钟才交给我们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啊 来布置啊这些 所以时间会变成七点半开始 到九点钟一个半小时 因为以前常在新店办嘛 那今年地点不一样 各位朋友一定要记得 但是我们其实很很担心的 就是这一次 选举蔡英文的动作未来大 而且今年的台独声浪 远远超过往年所有的选举 因为今年民进党很肆无忌惮的 就打出他的台独的招牌 那跟过去的选举不一样 因为过去还会油爆琵琶 你怎么看这个选举 这个选举 这个选举就是人民的选择 叫大家希望啊 将来能够独立 那就宣布 那宣布的是战争是和平人民自己负责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比较社会比较温和的 我们仍然希望把力量集中起来 能够国民党继续执政 这是然后主要的蔡英文大家不满 不满就把他淘汰下来 那么对民进党的整个大方向走向台独 是会带来战争的危险的话 那我们有这种认知 大家就把票投给国民党 那至于人选 你就可以自己来做一些决定 在大方性大方向方面 我们是呼吁大家团结起来 最后就是支持一位 对其实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大方向就是拉下民进党 不要让台独的挣钱继续在执政 今天是8月14 各位知道8月14空军节 过去抗战 我们打下漂亮的一战 民国九七夜8月14 洪秀柱在立法院开记者会 他指控陈水扁在海外有海角区域 那天也是8月14 那当然就引起了 后来整个扁案就出来了 那所有资料通通是真的 那这个贪污的陈水扁 现在在外面啪啪造 还要成立一个党 叫一边一国连线的党 你可以看到台湾何其的荒谬 今天也是国际慰安护纪念日 那今天很多朋友到日本在台协会前面去抗议 那日本驻台这边我们跟他抗议 他态度是很傲慢的 各位朋友国仇佳恨 台独这么嚣张 大家要看清楚 谢谢 当我们生病时 谢谢 谢谢 掌握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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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